這裏是日本最大的臥佛 那 他會要我們先點五支箱 那這五支箱其中三柱呢 是那個日本的三寶 然後一柱是拜祖先 另外一柱是自己的願望 然後 這邊沒有賣御珠印 他只有護符 但是有簡單的御守 那就在這樣的一個山上 感覺是很不曉得這邊會有一個 一個寺院 那這個寺院呢 他拜法其實蠻特別的 是用那種印度的古法參拜 這裡是這個萬德寺 常樂山萬德寺 也在管山這邊 他就是你要擦完箱 然後繞三圈 雙手合十走三圈 然後走到這個礁底這邊 就頭趴著 就是頭去靠上他的那個 佛祖的腳 然後許願 然後再走到最前面 他那個枕頭那邊 再用頭靠著這個 許願 那這是日本最大的 青銅大佛 臥佛啦 以臥佛來講 是青銅最大 那是不是世界最大呢 我不知道 可能是東南亞最大 那他有說拍照啊 錄影 就盡量讓人 讓人物進去 不要獨拍 這個佛像 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他有一些規矩 印度古法參拜方式 這就是小極為 能不能從小極為 是小極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